哈喽呀大家好我是褚儿 脱带游我不在乖男 很多兄弟在追女生的时候啊 可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女生突然问你要各种礼物 名牌衣服化妆品包包 甚至直接要红包都有可能 那么这期视频啊就给兄弟们讲讲 各类男生都是如何应对的 记得点赞收藏 青铜断位的男生基本上都是要啥给啥 这类男生平时给女生发消息发到手软 女生也未必会看他一眼 而现在女生居然主动的表达想要某个东西 这类兄弟可谓是心花怒放啊 感觉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表现 比如说这里女生说 哥哥我觉得这个包包好好看好想买 兄弟立马转账八千 回乖想要就买现在就买 青铜断位的兄弟啊这么大方说给就给 那如果不幸遇到了拜金女 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无数次 而且一旦你遇到这种女生 就算你把你的钱包榨干 你也未必能够得到她的放心 有的兄弟会说了 那也不一定这个女生就是拜金女啊 万一她只是想试探我呢 我告诉你啊 就算是试探那也是 郑重女生的下怀 进入她的框架 不利于你们的感情发展 有多少兄弟是停留在青铜断位的评论区留言 那白银段位是怎么做的呢 她们深知不能完全对女生百依百顺呢 但也不想显得自己小气 就会给女生发一点小数目的红包 比如说啊这个兄弟是这么做的 女生说我今天要和闺蜜出去玩 有零钱吗宝宝 男生呢发了两个五毛的红包 还加了一句你五毛我五毛 咱俩正好凑一块 白银的选手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巧妙地化解 这个女生的索取 不会吃亏的同时呢还反过来玩个梗 反撩女生一手不仅可以化解尴尬 还不识幽默风趣 然而事实是大部分女生并不吃这一套 这里男生忽略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女生在和你确定关系之前 找你索取物质 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 看起来和你关系亲近 实际上更重视的是你兜里的东西 那么黄金段位的兄弟 是怎么应对这种情况的呢 女生说你好饿哦 我都没有钱吃饭 你能请我和我闺蜜吃顿海底捞吗 兄弟说 你经常对自己喜欢的人提要求吗 女生回 没有啊 不差一顿火锅嘛 你又不差这点钱 兄弟说 红包我是没有 但是我准备了彩礼钱 你要吗 黄金段位的男生很清楚 一个女生是不可能轻易的 向自己喜欢的人索取物质的 如果你顺着他 那从此以后 你就会彻底的留意他的提款机 所以黄金段位的兄弟 很注重掌控节奏 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 但是你也必须满足我的条件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如果女生对兄弟没有感觉 只是把他当成提款机 那他自然也会明白 这是个硬查 以后呢 也不会轻易的开口索取 如果是对这个男生有感觉的呢 也会在心里 把这个男生放到比较高的位置 和其他的甜狗 备胎完全区分开来 黄金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钻石断药的兄弟 是怎么操作的呢 女生说 在吗 可以给我转一千吗 我有点急用 兄弟说 突然感觉你挺让我失望 又挺让我心疼的 女生说 怎么就失望了 这个兄弟说 要钱本身就是低价值的行为 难免让我觉得你对我无感 才会跟我开口要钱 表明了态度 展示了框架 女生回了 不就一千块钱吗 兄弟说 所以啊 你也挺让我心疼的 这么照顾不好自己 表明了确实不是钱的事 一千块钱是小事 但这件事情啊 是太多的事情 这句话还适当地关心了女生 女生说 那你能不能给我转呀 我是觉得跟你关心好 才问你的 很多男生听到 女生这么说了 觉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想都不想直接转 这个兄弟是怎么回的呢 当然转啊 你都找到我了 但是你说 是因为在乎我才找我 那我家里还有点衣服没洗 你愿不愿意证明一下呢 女生回 让你转个账 还要来你家洗衣服 兄弟说 不不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衣服只有女朋友才能洗 钻石断位的男生 解决了女生的问题 还同时展示了自己的框架 男生继续说 正是因为心疼你 所以啊 才顺便给我们彼此一个 推进关系的机会 女生回了一串省略好 对兄弟继续说 我能证明 我是因为在乎你 才会给你转钱 如果你洗个衣服 你都不愿意证明 你觉得 我怎么看待你找我转钱 真诚地表明了 自己对女生的重视 同时呢 又站在了高点 审视女生的行为 这就会引发 女生的自尊和思考 女生回了 嗯 还挺有道理的 兄弟说 所以啊 我愿意以男朋友的身份 给你转账 那你愿意站在女朋友的身份 来我家 帮我洗一下衣服吗 女生回了 位置罚我 这个就是 钻石断位兄弟的 过人之处 大方 不吝啬 但有着自己 绝对的原则和框架 随便你提什么要求 但必须要在 我的框架之内 优雅精致 女生就算本来只是 把她当成工具人 这个时候呢 也会好好斟酌一下 和兄弟的关系 所以啊 一定要记住 女生向你索取礼物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她确实很物质 把你当成工具人 你就算是送给她东西 也没关系 也不会更进一步 那另一种 则是女生对你的考验了 因为追她的人 实在太多了 她必须要通过 一系列的测试和挑选 才能知道 谁最爱自己 并不代表 她们真的就是 一个物质的人 所以啊 一定不要以偏概全 错过了真正的爱情 那有的人就会说了 那王者段位 是怎么应对 这类女生的呢 在生活中 王者段位 是很难遇到 这种情况的 跟她们相处的女生 一般都是女生主动发 那她们到底 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机会我再讲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 和相亲挽回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一期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